I watch you as you dry Do you know I'm looking And I can't help but smile Do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You put my favorite song on I put my feet up And we just sing along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款優禮的彩繪膠 因為我一直都在找一套可以彩繪的原色的凝膠 那彩繪用的膠其實跟我們一般用來暈染 還有一些做造型的膠的質地會略略的有點不同 那如果你是比較擅長彩繪 或者是想要畫一些比較飽和的顏色 或者是一些圖樣卡通之類的東西的話 會還蠻適合今天這一套的 然後這一套呢是優禮跟一個大陸的老師合作聯名的套組 這個我收到蠻久的 彩繪的話我還蠻常用這個的 那它調色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 它就像一個餅乾而已 然後會有一些這種說明啊 然後這裡會有寫說它的顏色要怎麼樣去調整 然後它有一塊這個調色盤是玻璃的 它有霜面嘛 後面是印刷面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能調和 調和在這上面 我是覺得它還蠻好看的 可以拿來拍照用 但我比較常用矽膠調色盤 所以玻璃的話我都是拿來拍照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出來我已經打開過了 因為我已經用蠻久了 所以今天才拍開箱給大家看 它的盒子送來的時候很精緻 它有一個紙箱 包得蠻岩石的給你 所以你這個鐵盒也不會撞到 不過我平常用的話是不會把它放在盒子裡面的 這盒子你就可以拿來裝別的東西 拿出來給你們看 它就長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長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顏色其實就很明白嘛 因為其實彩繪膠 我對它的要求就是不要縮膠 然後顏色彩度、飽和度都很適合 它總共九色長這樣子 有兩個顏色就是你們常見的黑跟白 其實慕斯狀的這種彩繪膠 它適合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畫卡通 或者是一些比較平面飽和的東西的話 它適合的濃稠度要有一點點製品 就跟浮雕膠有點不一樣 它會有一點點滑順 但是一畫又是飽和的 我覺得是比較好用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套組蠻聰明的 它這兩個顏色就是黑跟白 彩繪膠會進行非常多次的調和的動作 就是我們會邊調邊畫 這兩個顏色就會很常要調入其他的顏色裡面 黑跟白 那這兩個顏色它做的質地呢 濃稠度比它們兩個高很多 就是它比較勾勾的 比較會牽絲的那種 比較硬一點的感覺 但它其他的顏色是滑順的 不會上面有那種凹凹凸凸的感覺 它還是平面的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莫蘭迪色調 我把它調整了 白色或者黑色 其實如果是很稀的黏膠調 稀的跟稀的調完的時候 它會都是水水的 可是你今天如果要做的比較固態一點 或者是你有想要畫的更細節一點的話 這個兩個顏色調進去它就會變成比較硬 它顏色的部分啊 我覺得它顏色蠻正的 就幾乎沒有任何色偏 鮮豔度也夠 飽和度也夠 然後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我把它稍微倒過來一下 就是大概過個三秒之後吧 會開始滑動 它沒有辦法做浮雕那樣堆高處理 但是用來彩繪平面的卡通啊 花繪這些是非常滑順的質地 不會有上面毛毛的一點一點的 或者是你畫完會凹凹凸的 它不會 那像這樣子比較飽和的凝膠啊 它其實很常會遇到一個情況就是縮膠 因為色粉料比較濃稠 所以它比較容易縮膠 但是他們家我用了一陣子 基本上是沒有 然後我再給你們看一下它白跟黑 有沒有看到 這兩罐就是 從側面看吧 它就是站起來的 所以是固態的 然後我把它擺這樣 它就是不會動的質地 那我在選色上面 除了紅黃藍綠這種顏色 你看起來非常明白的顏色之外 我非常喜歡咖啡色 如果有上過我的華惠課 或者是時文課的同學 應該知道我 就是大地色調這東西 咖啡色會用的很多 所以如果彩繪膠的話 一定會挑選一個咖啡色 那它的咖啡色也是正的 就沒有跑色 有些咖啡會偏紅 或者是偏橘之類的 我都不太喜歡 我就喜歡這麼正的咖啡 那它在調整濃度啊 還有調整色階我覺得都滿方便的 所以這一套我覺得還滿推薦給大家的 今天會示範的是這些花草 因為這一套我已經在那個 IG上面有發布過了 然後大家非常的喜歡啊 然後我就想說挑選一款花 來教大家好了 其實我有點想要在我頻道裡面 就是開始有一些比較基礎的花 會開始慢慢的拆解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手繪出自己喜歡的花草 因為我平常都是用水彩畫 有好幾個影片都是水彩相關 那我在IG上面 大家比較受歡迎的也是水彩的部分 那其實凝膠的花草 我覺得 還要更簡單一點 所以我以前一直覺得 凝膠花沒有什麼好教的 就是你看它長什麼樣子就畫 不過因為現在我覺得材料差別很大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用工具啊 還有一些材料相互搭配 其實可以滿快速就畫到 你覺得還滿滿意的作品 我們今天會示範這一個 我待會會示範一下筆法的部分 還有配置 然後還有調色 所以今天這個花我沒有選擇太複雜了 那如果這個系列大家有喜歡的話 我可能會慢慢的拆解一些其他的花草給你們看 首先我們要來調色 好我們會用到這些顏色 這些顏色我都會先把它放在調色盤上 葉子啊我通常都會加咖啡色 所以呢它旁邊我會放咖啡 綠色旁邊會放咖啡 紅色呢我也會加咖啡色 會需要調和的比較多的 我會先擺一點在它的旁邊 但是如果只是微量的加一點點的話 我會用筆來調和就好了 然後最後我會用一大堆的擺設 然後你可以看它的擺設就是會這樣子 有沒有 它不是拉絲膠 它就是黏稠度比較高的擺設 比較固態一點 所以呢把它調和過的擺設 它基本上你畫線的時候啊 或畫很細的細節的時候都不會攤 所以你畫什麼樣子 它就是一直擺在那邊 可是呢它不會上面凹凹凸凸的 整個平面還是滿光滑的狀態就對了 然後我會放在這裡 之後呢 因為其實今天的色調全部都是墨蘭底色調 我做的那一整套其實它都是偏淺色調 是現在比較像是韓國花布那樣子的花草 所以那樣子的配色幾乎每一個顏色都要加白色 那如果你這樣子調的話 白色很快就沒了 所以我通常就會直接放在它旁邊 放旁邊就好 先不要把它重疊 然後咖啡色因為我要單獨用 所以我就不會用白色 那我挖的時候會用這個 就是調和棒 可是我調和的時候不會用這個 因為這個棒子的頭啊太大 你在攪的時候很容易把那個面積啊 攪得非常的多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調色啊 你最好最後做完之後把它堆成 有一點點膨膨厚厚的 你會比較好沾取 然後黏稠度高的凝膠啊 它其實就是你擺在這裡 放久了它也會乾燥 所以你不能用太久 等一下那個黃色我希望它有一點點橘橘的 所以我撥一點點紅色 放在這裡來 然後這是紅色 我會先把紅色去加咖啡色 先去做調和 因為其實你如果單獨用紅色調白色 它出來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是那種 比較可愛的粉紅 那我喜歡它再乾燥一點 所以我們先把它調咖啡 然後我們再把它調進來白色 先不要把它們融合 因為我們要的顏色是比較木蘭底色調嘛 所以如果你顏色太飽和的話 它等一下顏色就不會很粉 所以我都是拿已經調好的深色去對這個白色 不然你就要加很多白色 那白色很快就會用完 我們畫量很少一點點 把它攪均勻之後呢 這樣子轉圈圈攪均勻之後呢 如果太淺我們再加一點 這樣子去調整比例 就有些人調色會說一粒米啊 或者是一顆綠豆 我教課的時候有時候也會這樣講 不過我覺得最準確的狀態還是 你放了多少量然後慢慢的這樣去加 因為你每一次用到量不一定啊 如果說你只是畫一點點小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用調到一顆綠豆 牙籤的好處就是 你最後可以把它這樣子 細細的堆起來 有一點點膨膨的 這樣你是會比較好沾取的 彩繪啊 如果你是用筆法的方式來畫的話 你的工具跟你的凝膠要沾得非常的剛好 這樣子你去畫就會一筆完成 如果你沾得就是很不均勻的話 那你畫的話就會多好幾筆 太橘了 這樣子的顏色齁 你有不一樣的色階是沒關係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畫本來就是不同色階 我都會把它留著 然後呢這個去加白色 畫一個比較淺黃色的 然後這個綠啊它其實是滿深的綠色 滿亮的綠色啊 那如果你顏色都是木蘭底色的話 你直接加這個綠就會非常可愛 就會太明亮 所以綠色我通常都會先調咖啡 而且調的量還挺多 比例會大概快要1比1 你如果要再可愛一點的綠色的話 就是比較新鮮的綠色 你可以加一點黃色 就剛剛這個黃 你可以加一點讓它變成比較黃綠色調 然後我們再加白色 然後我們再加白色 這藍色啊 我們藥量非常之少 因為我不想要它太藍 它只是一個小配花 一點點水藍色就好了 那我們先來看花的配置 今天基礎的花槽 我們做的是側面的花 那其實花如果有上過我的課程的同學的話 就會理解一些基礎的原理啊 那我都會常常跟大家講說 要記得花線位置啊 所以它的支點是最重要的 那待會我們的是側面的花 所以呢 所有的花型呢 都會呈現這樣子的放射狀 進來 後面呢 通常會有一個花二 所以呢 它會有點類似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那這個方向呢 就是你花瓣的走位 好 下面呢 就是花筋的部分嘛 花筋的部分都是彎彎的 它就會好看 那葉子的部分會在花的下方 就是花會在上面 這個位置 葉子呢會在下方 所以葉子的走向呢 它是跟它呈現也是一個V型的 V型的狀態 這樣 V型 然後因為它是V型的狀態嘛 這是它的支 所以支出去呢 它會再變成V型 V型 V型的狀態 開完之後 我都會跟同學說 會很像一個Y字 所以它的方向就會變這樣子 所以葉子的方向呢 會是這邊 這邊 你如果是用這樣子的邏輯 在放葉子跟花的相對位置的話 它其實通常就會蠻好看的 花如果要自然的話 它是一個側面的花嘛 然後我等一下畫出來的 會是呈現這個樣子的 比較上跟下的 因為它是側面嘛 是往這邊的地方開 所以比較上跟下會比較細 因為我們看到它是側面 但是呢 它會稍微比較長一點 比較左跟右的部分呢 會比較胖 就是胖胖的跟瘦瘦的 越來越瘦這樣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三角形 這花二 大概是像這樣的狀態 它可以再出去一點 但是它會比較肥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面我們看到它花瓣的比較多 這個面其實它是相對來講 是折到的 我們等一下畫出來的花瓣是這個形狀的 然後我現在要用一隻比較大隻的水彩筆 來跟大家示範 我等一下拿的筆會小這個很多 因為這是紙張 我們放上去的時候呢 會是這樣拼拼的 所以會尖尖的對尖尖的位置下去之後 壓它一下 它會變肥嘛 變肥之後拉起來 它就會變這個形狀 壓一下 提起來 就會變這個形狀 今天的顏色呢 它就是GN02 也是一個 土灰色 那因為它彩繪膠其實挺飽和的 所以呢 你下方如果要做透色啊 或是其他顏色都沒有關係 就是你要透明的 直接開始彩繪 它也不會蓋不住底色 所以底色可以半透 也可以做實色 看你的造型 它的彩繪膠其實不太會彈膠 可是呢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就是你畫東西的時候 手比較不穩的話 我會建議你要上一層霧面上層 它是不會縮膠 所以膠不是它最大的問題 是你的筆如果在上面沒有摩擦力的話 然後你是新手會比較拿不準的話 我會建議你上一層霧面 我們要開始混色了 煮花是紅色的那個色調嘛 所以我們會先拿這個 乾燥玫瑰的這個紅色 那如果你希望它裡面有不同的顏色可以互疊的話 互相重疊有刷紋的話 我會先拿一個煮色之後 加一點它的深色 然後呢再搓一點點白色 這樣 在旁邊 拉拉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有好幾個顏色出來 所以我們待會的筆法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壓它去 提起來它就會變成一個 馬眼的形狀 那你這個動作來回很多次 你會看到顏色就會 被融合嘛 它就會變成一樣的顏色 所以呢 你大概點幾下 這樣就可以了 B字這樣進來了 所以這個花就會呈現這個位置 壓下去 提起來 一直要找到花型的位置就沒錯了 上跟下會稍微比較稀一點 稀一點就變得壓那麼多 它就不會很粗 那如果它胖的話 就壓大力一點 大概四到五筆阿 那因為這個煮花我把它畫大一點 每次沾的時候我就會稍微融一下 就是不同的顏色 你單色其實也可以畫就是比較單獨一點 那如果你有混一點別的顏色的話 它上面會有不同的層次出來 拉一下提起來 那如果你畫第一筆沒有層次 你可以再加顏色上去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一筆畫完的動作的話 我就不會畫兩筆 然後這個是紅色的部分 如果你擔心會碰到的話 你中途都可以去假固化它 這才會教我用了一陣子阿 我沒有遇到任何縮膠的問題阿 但我不確定你們會把它堆到多厚 但如果只是平面的刷紋 然後我這樣子疊色一直壓上去 它目前都沒有縮膠的情況 而且固化也蠻快的 就是假固化的話大概五秒左右 就可以再拿出來繼續疊 那如果你剛剛壓出來的層次 你覺得沒有到很多 你可以再補一次 我通常不太會換筆 我都會一直用同一支 我只會用兩支筆 所以呢我會把它擦掉 換筆的顏色 有時候你擦太多次的時候 筆會色色的 就可以開擦 所以我通常調色盤旁邊 會放一坨透明 建構膠 比較濕滑的那一種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潤一下 如果有調過白色 它會比較乾一點 所以如果你一直把筆擦掉 它就會一直筆切 筆切就很難畫 所以我們要把工具做好 我們才可以比較快速的去完成想要畫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黃 對 然後加一點這個橘 我旁邊看一下 這顏色 然後你方向不要都同一邊 就是這個角度是不是 花是開這個方向 所以如果你要它的 配花的話 它就是比較往上跳就好 這樣好的 然後你也可以往這裡看 然後花如果你想要自然一點的話 最好就是大小不一樣 方向不同 粗細不同 你的花就會比較自然 然後你可以先疊一層 我其實通常都是一筆就畫完 就是我隨便亂疊一些顏色 我就壓上去 那如果畫完之後 我會先去顧畫 顧畫完之後你覺得顏色層次比較少 比如說比較偏黃或者是比較想要再淺一點的話 你可以再拿這裡的顏色 比如說我調一點白 調一點白色 想要加白一點 然後你就直接沾了白色 再把它做層次 因為我覺得凝膠的花卉 它就是後彩的畫法 它就是飽和色 飽和你一直去疊飽和 它就是會疊上去 所以你想要的顏色都可以一直補上來 這個紅色的話 我覺得它太乖了 所以你可以在第二層的時候 重疊 重疊上去 然後它就會 沒有那麼工整的間隔 在花瓣跟花瓣的中間做出 重疊的花瓣 但是不用每一個都加 就是有一片亮面的 其實我覺得就蠻好的 然後接下來是葉子 我在畫花瓣的時候 細的東西我都會最後才畫 所以我會先把大的東西都畫完 因為我們現在是空白處最多的時間 所以你如果在空白處最多的時候 畫一些很細的東西 你會不知道要放哪裡 大的東西把它擺完之後 小的東西就會比較容易放得上去 所以你要去觀察一下 你現在畫的東西 構圖裡面最大的東西要先把它填滿 填滿之後細節就比較好做上去 綠色的部分 然後深一點的顏色 在旁邊混一下 太深了 然後再加一點淺的 這樣子V型這個 所以葉子是這樣子 Y字的 所以一樣 其實畫法差不多 然後葉子可以稍微拖長一點 它有雙色出來就會把它留著 葉子它其實角度是越多越好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畫的時候會角度一樣 這樣子會比較像對稱的畫妝 看你們想要呈現出來的效果是什麼 那因為我比較喜歡比較流線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通常都會做的不是很對稱 是我覺得比較自然的感覺 像這樣 然後這邊會有兩個往下的畫 因為我現在配置是這裡是V 然後這裡是V 所以它的方向是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先去假固畫它 畫畫我很喜歡用剛剛那一支 阿特筆 然後另外一支就是Light的這一支 這支長線筆 這畫植物或是絲紋 比較流線的我都會用這支筆 葉子的部分先做結合 我先拿這個深綠色 我先拿這個深綠色 這個花 它如果是側面的話 它後面會有花二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三角形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後端的這個三角形 先畫起來 畫起來之後呢 它前面會有一點點皮 折到那個皮 你可以拉一點點出來 然後呢 這邊是沒有護畫的角嘛 所以你稍微把它堆高之後 它不是變成三角形的嗎 然後往後延伸做一個彎彎的線 這樣就是它的花筋 這邊也是 這邊是比較高一點的 彎彎的 然後你看它的膠其實可以畫到很細喔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用來畫 畫磚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這樣子 屁股的三角形做完之後呢 彎彎的 彎彎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把葉子 拉進來了 現在畫細線的時候啊 因為它的 它的凝膠是有一定的自平性 就是 並不是說真的乾到很黏稠 然後你需要用一點力才會滑動 算是蠻絲滑的 所以它的膠蠻好畫線的 放上去之後呢 你筆有一點點 配合你的左手 用身去戴 就連好了 這樣 然後這個主幹已經出來了 它就是 一根一根的往V字 去連結到花朵的部分 這樣把它們串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都已經把主幹畫完之後 才會開始 看有沒有需要增加的部分這樣 好 我會希望它到最後葉子是 錯亂的啊 可是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 藍色的小花要畫 所以綠色這邊我們先去照燈 葉子的部分啊 整個畫完之後 我會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地方 還可以再繼續加層次 我會比較喜歡的配置就是 它的亮面跟暗面都有不同的感覺 然後不會每一個葉子都差不多顏色 所以如果綠色部分啊 你最後畫完你覺得它有一點平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白色 然後幫一些 位置的綠色做一些 打亮的動作 花的部分也可以 然後你們會看到這假片跟剛剛那個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錄完了之後又發現 我畫花心的時候 那個步驟又漏掉了 所以我又重做了一個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畫一下 藍色的那個小花 藍色的我們只需要取用一點點就好 然後畫上去的那個花呢 會像葉子一樣就是V字V字 有點亂點啊 亂點亂錯 但是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因為它就是那種很小很小的那種 像爆米花一樣的那種 小球球的花 所以它有一些呢會聚合在一起 有一些會亂亂的出去 你只要差不多做這樣子 有點間隔不一樣的話 它其實就會有蠻好的效果 好 我們可以放在就是花的最外層的 這個控位處 其實我喜歡用這個筆就是它可以很好控制 筆尖的粗細喔 有一些就是 你稍微搓大力一點的話 它就會變成大的球球嘛 那如果是輕輕的碰一下的話 它就是小的 細的 就很可以做細節 有一些葉子你覺得擺起來怪怪的話 你就可以放這個 小小的 小 團花或者是 小果實類的東西 花蕊的部分是尖端有一個小球球 這樣 然後呢拉進來的側面的花花這裡 然後它一樣也是V字 那你在拉這個時候 它就是長長短短的就對了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因為它頭是一顆球球 所以我們在取膠的時候 一開始就要用挖起來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挖一下 點一下起來它就會變成一顆球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那顆球就放在你花蕊最外側的位置 擺上去之後就 把筆拿正拖一下 這樣它就進來了 擺上去之後拉一下線 擺上去之後拉一下線 長長短短的 然後因為我現在是用咖啡色嘛 所以這個 藍色這個 它其實就是後面也是會連成一束 所以我會畫一些汁 然後把它連在一起 像這個很小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意境而已 所以你不用太糾結於細節 就是搓得有點亂亂的 然後有一些一枝一的東西 那它看起來是它的樹枝 它的花精啊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 就可以去照燈 最後我們上霧面上層就可以了 然後它上亮面會是這個感覺 上了亮面的彩繪我覺得都會比較鮮豔 然後上了霧面的彩繪都會比較白白的 那這一組啊 我幾乎都是做莫蘭底色調嘛 所以大家其實應該是喜歡它比較白白的 霧面就會變成這樣子 白白的 其實你在混色的時候就可以創造出很多的顏色的層次啦 所以我覺得凝膠花跟水彩花不一樣 是凝膠花它拉起來就是飽和的飽和的疊色 然後你如果畫下一次你就一直蓋上去 所以我覺得凝膠的質地要滑順一點會比較方便 因為它調和的時候比較濃稠嘛 跟水彩不一樣 那水彩我們需要用到的是通透感 所以它畫起來 水彩畫起來是有一種水水的感覺 那凝膠花起來會有一種油花的厚彩的感覺 其實呈現出來的都是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看你們自己喜歡 是蠻希望彩繪 或者是膠花會的影片會一直拍下去啊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單元的話 也麻煩幫我把影片點讚 或者是留言給我 那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全部都給我 訂閱我的頻道